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3月2日 星期二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47名參加民主派初選的人士 被警方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在昨天去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而有接近一千名市民 在昨天也去到法院門外排隊 聲援這些被捕的民主派人士 聚集人數之多 可以說是近一年以來都少見 不少市民除了穿了黑衣以外 也有舉手勢和喊口號 反映到市民的熱情仍然存在 只不過在現時大環境下 大家未能有效地把他們真正的心聲發表出來 再加上在過去這一年以來 基於所謂防疫抗疫的緣故 其實都沒有一個組織能夠成功申請到 下方去搞遊行或集會 每次都不批 所以昨天來到港都算是很多人 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 其實出席這些場合的市民 都要面臨著一定的風險 只是說昨天 就已經發出了38張限聚令告票 至少有30多人要面臨罰款 所以市民出席這個場合 其實都是有成本的 反之在Facebook上面 不少那些冷嘲熱諷 甚至乎就是落井下石 我建議大家是unfollow這些人 不要看他的東西 unlike了他 根本上這些就是垃圾之中的垃圾 喂 對著一群沒有掌握到公權力的人 你說的很難聽的話 那又怎樣呢 是不是顯得很厲害呢 所以大家一定是不要看他們的東西 甚至乎不需要跟他們爭論的 因為Facebook的演算法是很壞的 你給他生氣 或者是走他留言 反而使得他們的垃圾內容 會有更多人看到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unlike unfollow 不看他們的東西 永遠跟他們隔絕 最能夠讓這些垃圾內容 那個觸及率下跌 因為你跟他爭論也沒用 他只是想你的人跟他爭論 他就是想讓他的內容不停散播出去 這些人呢 對著掌權的人就吵吵 對著那些無權的弱勢就懶惰 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說回昨天的情況 昨天到晚上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 都相當離譜 竟然有一個辯方的律師 都被拘捕了 那件事是怎樣的呢 到了晚上十點的時候 警方就在法院門外捉起了封鎖線 截查所有進入法院的人士 有一名姓邱的男人 他就聲稱是被捕的人的律師 需要進入法院的 警方就要求他出示相關的證明 遭到拒絕 警方之後就警告他 然後就把他拘捕帶走了 五展邦律師就確認 被捕人士是邱律邦律師 是他的法律團隊成員 他這個團隊就在47人案當中 代表著其中九名的被告 包括就是趙家賢 楊雪瑩 劉詠康等等 他就說警員就沒有向他解釋 為什麼要捉邱律邦律師的 而警方就說 在昨晚大約九點半鐘 一名34歲姓邱的本地男子 越過了警方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外設立的封鎖線 警員就於是上前截查和了解 經過多次警告以後 就說這一名男子表現不合作 並且還要求繼續前進 而且又拒絕出示任何身份證明文件 警方就於是以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 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就將這名男子拘捕 現時這名男子正被扣查 這件事我就覺得很荒謬 這個人既然說自己是律師的時候 也是被人拘捕 處境就好像那些維權律師差不多 其實昨晚那個案件到凌晨2點多才停 為什麼呢 因為總裁判官蘇惠德說 原本還想打算繼續處理案件 但是因應有被告體力不知 於是就押後案件 押後到今早就會再去審理 在昨晚凌晨1點多 楊雪盈因為體力不知而暈倒 要由身邊的梁國雄來扶主 之後就躺餓在地上 被告之一的郭家琦醫生也有上前查看楊雪盈的情況 後來楊雪盈送院來處理 當然這些情況就是安排得很頑皮 47人在同一時間提堂 而且進行了十幾個小時的連續審訊 到了凌晨2點多的時候 當然了 總裁判官就說休庭 問題就是 除了那四名人士入院之外 其實其他人會安排去拘留所 去到拘留所 一般起床時間就是早上6點半 去到八點鐘的時候 懲教署就會押送被告人士回去法院 就是說 基本上休息時間也是很有限 凌晨2點半才暫停 到第二早6點半就說要起床 再扣除那些運送時間 那這些人哪會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到今天他們的精神狀態肯定就是頑皮 所以這些情況就是折騰了別人整天 其實安排是不是可以更加好呢 當然可能他專程安排也不奇怪 還有就是關於保釋申請方面 控方就申請將案件押後三個月去到五月三十一號 期間警方就是會繼續調查 有辯方律師就表明反對押後三個月 也都有質疑控方是濫用權力和程序 另外有律師就說被告是可以即時答辯的 代表譚文豪等人的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就批評 控方應該完成調查才作出檢控 控方的回應就說押後三個月是合理時間 他們就解釋要檢查和分析的數碼物品達到400項 包括電話和手機等等 警方也都需要調查涉案資金的流向 另外警方也都要幫那些選舉事務處的職員錄取口供 控方就說反對全部被告保釋 於是昨晚其實就是在處理保釋的申請 當然正如梁家傑所說 你不是應該完成調查才檢控嗎 你現在抓了那群人回去 原來你還要繼續調查 如果他們保釋不到的話 就是要最少被拘留到五月三十一號 美國方面有什麼回應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就說 美國就呼籲香港當局要釋放仍然被扣留的人士 並且就撤銷控罪 美國就會繼續呼籲大陸停止損害香港的自治 另外這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在Twitter裡面說到 說他們譴責在香港選舉裡面 當局對於民主派候選人的拘留和起訴 並且就呼籲要立即釋放這些人 政治參與和言論自由就不應該構成犯罪 美國站在香港人民那一邊 這些純粹就是一個立場的宣示 就是只有一個港字 當然就算是布林肯也好 或者是蓬佩奧也好 他們大致上的立場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說美國會站在香港人民那一邊 但是就算只有一個港字之中 布林肯那些顯示用字 都是比起蓬佩奧沒有那麼強硬的 他在做完這些立場宣示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實際的回應 暫時就見不到有了 47人案今早早1點半就是會繼續處理 有些最新情況我們就繼續跟進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